什么 好喝 根据最新版中国居民上市指南里披露 春天是小孩子长高的季节 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作为家长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不仅要他们每天多吃饭 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的营养跟上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 营养滋补鸡汤 炖鸡汤 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鸡 这个食材的一个如何去选择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鸡 是正宗临间散养的黄油老母鸡 肉质紧实有嚼劲 蛋白质含量高 易吸收为滋补的佳品 买回来的鸡 我们只需要把它砍成大小合适的块 然后简单的清洗一下 放在锅里 冷水下锅焯水 然后撇掉浮沫 浮沫撇干净后 我们直接入高压锅或者电压力锅 顺便放一点这个西洋参和这个红枣 然后入高压锅压制适当的时间 时间压到位后 我们放几粒泡发的枸杞 然后调适当的盐和白胡椒粉进行调味 这样炖出来的鸡汤它就是鲜 就是甜 没有任何的高科技 今天我做的这个鸡汤 身上的这些黄油 我把它丢掉了一部分 大家如果喜欢的 也可以保留 下面我来替大家试一下这个鸡汤 好喝 鸡汤